一口气看完清朝十八位皇帝 第一位 清太祖爱新觉罗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清朝的惦记者 1583年努尔哈赤被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随后他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兼并战争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韩建立后进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讨民 攻下了俯顺清和后努尔哈赤就暂时退兵了 1619年他又率军进攻叶赫部 明朝派遣使者前来和谈被努尔哈赤拒绝了 之后明神宗救命兵部左侍郎杨浩围剿后进 努尔哈赤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打探了明军的行动路线 之后就采取了应对方案与明军迎战 两军交战一开始明西陆军与明北陆军就先后被努尔哈赤击败 原本已经在路上的叶赫部军队听闻明军大败赶紧撤退 此时明南陆军还不知道明军大败的消息 努尔哈赤接连大败了明朝两陆军队后 他南下先行设置好埋伏等待明南陆军 并有其深入随后一举歼灭南陆军 努尔哈赤与明军的交战大获全胜 之后他又杀死了叶赫首领灭掉了叶赫部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之后席卷了辽东 1626年后金与明朝爆发宁远之战后金首次战败 不久后努尔哈赤因病去世 后被追封为清太祖 第二位清太宗爱新觉罗黄太极 黄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孩子 1626年努尔哈赤并是后黄太极继承汗位 当时后金正面临着内忧外患 明军在宁远之战中获胜后就修筑了关宁锦防线 并且还与朝鲜蒙古联合封锁后金 而后金自己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面对这种情况黄太极只能先与明朝一合 直到1627年黄太极才亲自领兵出征明朝 但是这次出征黄太极并没能成功攻破宁远城 除了攻名黄太极继位后还积极推行新政 黄太极非常注重文教尔先努力学习汉文化 1635年后金平定了查哈尔部获得传国遇系 于是群臣以此唯有请黄太极早证尊号 1636年黄太极在圣经天坛祭天定国号大庆 成为清朝开国皇帝 同年黄太极出兵朝鲜把朝鲜变为了清朝的藩术国 此后黄太极对明朝发起了多次进攻 占领了山海关外大部分城镇 1643年黄太极猝死终年52岁 第三位清世祖爱新觉罗福林 福林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1643年6岁的福林即位年号顺治 顺治皇帝即位之初年岁上小游亲王多尔滚设政 1650年多尔滚去世顺治才得以亲政 他在位期间历经图治社会稳定 顺治皇帝非常注重西取民王朝灭亡的教训 他重用汉官澄清励志不许太监干政 并且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也采取招服政策 此外顺治皇帝还重视于蒙藏等边疆民族的关系 但是顺治皇帝年轻气盛容易造劣 在董厄飞去世后他心灰意冷寄托于佛法 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病逝 在位18年 第四位清圣祖爱新觉罗悬业 1661年顺治皇帝突发疾病去世 年仅8岁的悬业即位年号康熙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1673年康熙决的藩镇手中把握兵权会对国家福利决定撤犯 平西王吴三贵于当年起兵造反 随后靖南王耿京忠与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也纷纷反叛 面对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坚决打击吴三贵 而对剩余反叛势力则采取招服政策 就这样逐一收复 于1681年平定三藩 1683年康熙出兵台湾打败了正式海军收复台湾 同年他又派兵驱赶沙俄侵略军 1689年清廷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 1698年康熙亲征大货正嘎尔布 将莫北卡尔卡地区收归清朝 康熙一生勤礼朝政关心民生疾苦 他在位期间收复疆域发展经济文化昌盛 使清朝成为江域辽阔经济负数的人口大活 172年康熙并是在位61年 第五位 清世宗爱新觉罗印珍 印珍为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 172年康熙并是印珍奉一诏即位改元雍正 雍正继位后排除一级巩固自己的地位 康熙晚期励志腐败雍正上位后 就整顿励志打击彭担 经济上雍正推行贪兵入母 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增长 政治上雍正大力推行改土归流 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 1727年雍正设立了 驻葬大臣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1729年 他又成立军机处废除了义政王大臣会议 军机处以皇帝为中心市最高国家机关 雍正以此把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 此外雍正还发明了秘密建处制 即把皇帝一照放到隐秘地方 带到天子驾崩在阶下公正 雍正在位时勤勉于政改于改革 1735年雍正突然驾崩在位13年 第六位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弘历生于171年 他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康熙皇帝喜爱 雍正刚即位就已经把弘历视作储君 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年号乾隆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人政宽容开明 但是乾隆觉得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战争 对内要镇压反叛对外要抵御外务 必要是出兵征讨威慑边缘地区 清朝的版图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努力 最终形成 除了军事乾隆还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他鼓励开荒扩展种植面积 要求北方农民学习南方的耕种技术 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到了乾隆晚期立志开始腐败多地爆发期 清王朝开始由盛级转衰 1796年乾隆善让皇位给嘉庆皇帝 此后以太上皇位掌控朝政 1799年乾隆皇帝逝世终年89岁 第七位 清人宗爱新觉罗永远 永远生于1760年于1773年被立为皇宠 1796年乾隆皇帝善让于永远改元嘉庆 嘉庆帝即位之处并无是权 直到乾隆去世后他才得以亲政 嘉庆亲政后就开始处理乾隆晚期 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799年他诛杀了全臣和珅并广开沿路整顿礼阵 乾隆末年也为文字域致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在川楚等地兴起了大规模的白连教起义 直到嘉庆亲政后他对起义军采取脚斧兼施的政策 才在1805年终于把起义镇压下去 嘉庆在位时期还结束了文字语 他大力倡导文教制天下以封建礼教来巩固统治 此外嘉庆帝还严禁鸦片的输入抑制了鸦片的泛滥 与康庸前三帝相比嘉庆可以算作是位平庸的皇帝 清朝的社会矛盾在嘉庆时期不断积累爆发 而嘉庆朝也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 1820年嘉庆帝在成德避暑山庄并逝 在位25年第八位清宣宗爱新觉罗民宁 1799年民宁被秘密建立为皇主 1820年嘉庆去世民宁即位年号道光 道光继位后派兵庭定了张格尔叛论 并且整顿励志改革研法 当时官员利用曹燕和严正进行贪污腐败 于是道光皇帝便禁止这些相关费用被官里染指 并且他还处置了一批贪污的官员 1831年道光支持新的严正打破实验垄断 1840年因为鸦片问题 中英双方在广东进行谈判 英国因为不满谈判的进展于1841年发动了虎门之战 道光皇帝知道后随即对英国宣战 但是在清军的英勇抵抗下虎门炮台最终还是实现 鸦片战争失败后 清朝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屈辱条约 此后清朝的内忧外患郁佳 严重相继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 1850年道光并是终年69岁 第九位 清文宗爱新觉罗一主 一主20岁即位年号贤丰 贤丰皇帝继位后勤于政务革新比正 他罢免主和派大臣任用改革派官员 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场更是严厉打击澄清励志 但贤丰帝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南方重镇接连被攻克 贤丰皇帝组织地主武装极力镇压起义都没能完全成功 而1856年英法等国也对清朝宣战 贤丰皇帝企图一掷一旦最终结果失败 清朝不得不与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国辱权的条约 后来列强不满于条约内容又故意挑起战争 这次清军在大谷口大败英法侵略军 这次战争后贤丰帝撕毁了天津条约 而英法两国也在准备再次侵略 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侵华攻陷了大谷口 之后他们攻占天津一举进攻北京 贤丰帝急忙逃亡并命公亲王一新一和 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后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 他们对园内的宝物肆意掠夺后将整个圆明园焚烧殆尽 贤丰帝逃亡到承德避暑山庄后不久身体出现问题 1861年贤丰帝并重立下皇太子后第二日并身 在位十一年 第十位清穆宗爱新觉罗宰纯 宰纯是清朝的第十位皇帝年号统帝 他即位时年仅六岁拟定年号吉祥 贤丰帝并威时曾命八大臣赞乡政务 但是贤丰死后慈禧太后却与公亲王一新联合发动新有政变 打倒了八大臣 此后就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在当时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同治朝遇上难得的发展机遇 1864年同治皇帝在位的第三年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同年清政府开办大型兵工厂建设军事工业 此外清政府还开设了新式学校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等 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 但是他亲政仅一年就早年崩世 同治皇帝幼年即位享年不过十九岁 第十一位清德宗爱新觉罗宰田 1875年宰田被两宫太后用力为帝年号光绪 1887年光绪帝开始亲政 但此时慈禧太后依旧掌握大权 光绪帝亲政后想要挽救清朝鸡贫鸡弱的局面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光绪帝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公车尚书要求聚合千度变法 虽然公车尚书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但是上面的变法内容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 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使他意识到变法图强的重要 1898年6月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变法正式开始 随后他发布诏令除旧不新大力改革 但是这次变法触碰到了守旧派的利益 于是慈禧太后发动戊须政变求见了光绪帝 光绪帝在位期间虽想要振兴中国 但却有心无力 1908年光绪帝病逝终年38岁 第十二位清宪宗爱新觉罗普 普仪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他的一生登基三次也退位三次 1908年年仅三岁的普仪第一次登基为帝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推翻了清朝统治 1912年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议和后 袁世凯威逼溥仪退位 1917年张勋发动政变复辟大清帝国 溥仪再次登上帝位 但是这次复辟行动仅12天就以失败告终 1934年溥仪又在日本的支持下 建立为满洲国年号抗兰 而溥仪也成为日本人手下的傀儡皇帝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宣读了退位诏书维满政权灭亡 此后溥仪被逮捕拘押直到1959年获得特赦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去世终年61岁 205年纪根本人认为本帝国贞 ystem中7,5193年军人 平息 三百分之间 三百分之间